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过一百多部剧目 这位北京人艺的一代元老 擅长用喜剧的表演 塑造悲剧人物 是一席一格的变脸高手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先看到的是今晚我们观聚 88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 朱旭先生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作为北京人艺第一代元老 他和中国话剧 一起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 出生于辽宁沈阳的朱旭 19岁首登舞台 至今演出过一百多部剧目 这位北京人艺的一代元老 擅长用喜剧的表演 塑造悲剧人物 是一席一格的变脸高手 屠夫的肉店老板伯克勒 弦恒酒店的阿Q 华便的奎格舰长 红白喜事的三叔 推销员之死的查理 南街北院的老羊头 家中的老太爷 或者是茶馆中的龙套 朱旭无论在话剧舞台 还是电影电视作品中 都是当之无愧的老爷子 而这位老爷子的舞台之路 却是始于灯光照明 我是先搞灯光的 灯光在天津 第一场演出的时候 我按灯啊 把所有的灯泡全烧坏了 当时的北京人艺前身 是中央喜剧学院话剧团 就派了三个灯光来 帮着我 弄好了 维持了晚上的演出 我跟他们 很快就关系就处得很好 他们来帮着我 大概他们回去 说了一些我的好话 因为我很谦虚 我不能不谦虚 我就灯泡全烧坏了 黄北大学 毕业以后呢 我就分配到 话剧团来了 话剧团就是 北京人仁艺的前身 大概是分小组分错了 把我分到演员那组里去了 糊里糊涂的就干上演员了 就是这么回事 有黑的皮肤 一米八一的大高个儿 说话带着结巴坑的东北老爷们 这就是年轻时代的朱絮 虽然智慧和修养 奠定了朱絮成长为演员的优越条件 但口吃却是一道巨大的坎 也可能我跟演员这行有缘 在学校 在学校欢送毕业同学的时候 总要拍个戏什么的 一拍戏就找我 我还口齿 还做演员的条件差很多 那不怎么就 就看上我是个干演员的材料 因为很多老同志都很关心我 我们一块有时候开会 我说话说很多的时候 老同说 朱絮 你刚才说那么多一点没结巴 你自己想想为什么 我想了想很有意思 我不做准备 我想说什么就说了 就不结巴 我一准备 就坏了 你比如说 我许个例子 我说那时候要买钢笔啊 有一种自来水笔 叫关了名牌的 我就进商店之前呢 我就怕我结巴 在商店门口 我就关了名 关了名自己 结果到柜台前都结巴了 就根本没有准备 到那就说 就好了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茶馆》 其中 朱絮扮演了一个 镜头不多 但心理活动非常丰富的茶客 用朱絮的解释 这是一个同情 康良变法的智识 尽管是个笼套 而在五六十年代 北京人艺的话剧《茶馆》中 年轻的朱絮 会在第一幕中 扮演好几个这样的笼套 甚至仅仅一个 落荒离开的背影 那时候 朱絮就是一片绿叶 北京人艺全力的时候 我二十一次 那时候没有什么重要的角色 让我演 都是一些龙套 那时候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 我演一个戏叫《痴经病》 就是描写 美国大兵 在朝鲜圈场上 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就是痴经病 就是害怕 后来演完了那个以后 我就肯定地干演员了 因为这个角色 我远的算是 第一的 那个时候 这个个子比较高 因为那时候 看每个电影 看的很多 学那个美国大兵的样子 走路有点扭屁股 从那以后 好像就定下来了 我就是演员了 没有 我因为那时候年轻 比较大的角色 就是演曹宇的明朗的天 演一个内科大夫 那算是有点细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话剧进入到 探索戏剧的时代 这一阶段 现实主义题材 在回归舞台 酝酿时代的 互换人性苏醒 人命果命都是信念 中国话剧自诞生以来 对传统戏剧最为生动 最为全面的借鉴 同样发生在八十年代 诸多国外经典作品 和当代剧目 同时在我们的话剧舞台 得以呈现 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 都深深影响到戏剧工作者和观众 你分钱也不给他 这种倒霉的学校来 应该禁止生产 这就跟那个咖啡湖事件 是一模一样的 在那个时期 应该说变化非常大了 像我们这些都数不上的小人物了 都变成主学了 那时候主要的戏都归我们演了 像我呀 林林坤 那时候就变成北京人艺的台柱子了 很得意 那时候从老演的龙套角色 就变成演主要角色了 成为北京人艺的主要演员了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变化 当时英二成还在 英二成上大学的时候 他读了很多很多外国戏 结果那个时候正好 他都拿出来了 像什么巴布拉少校 那一个阶段演外国戏比较多 就是因为英二成在的关系 你干嘛还不睡 睡不着 烧心 那是因为你不会吃 我还不是用嘴吃 不是 你没知识 你不懂得维生素那套玩意儿 那好吧 玩牌 玩一会儿困着就来了 也好 有牌吗 我带着呢 你刚说什么维生素 那玩意儿是管什么的 长骨头的 化学作用 那好吧 那不过长骨头呢 那跟烧心也没关系 你胡扯些什么你 你总知道你 这这里头是怎么回事儿吗 伤自尊了去 他自己不明 应该说是阿斯米勒的一个代表作 他呢 很有意思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美国就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么这么一个强国了 这个阿斯米勒呢 我想把加利福尼要去一趟 就把那个年代 很多现象 他认为这个推销员之死是一个代表性的 并非是向全世界流传的美国如何了不起 你何必这么映成的呢 那个里边 美国当时黑暗的事情很多 他以这个推销员之死 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一个揭露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 这是个阿斯米勒很了不起的一个 当时还能这么看美国的人很少 演他的一个朋友 后来我跟阿斯米勒 因为他是编剧啊 我跟阿斯米勒说 我演的这个叫查理 查理是那个 推销员的 推销员的大舅子 因为中国话叫 是那个林达的哥哥 可是他 他剧本上都没有这么写 我跟编剧一说 我跟编剧一说 编剧一说 哎呦 你这个理解太好了 是这样的 他已经失业了 他每个月从查理这借50块钱 回来跟老婆说 是他挣来的 他得到了工资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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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知道他这个钱 是从查理那借来的 我说这么一种关系 他好像是隐瞒了 推销员 其实他老婆早就知道了 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爹 你这是怎么的 我们的傅校长跟你不是真亲戴孤的 他说我尬 他说我尿待他 说我儿子死了两年来 还让他在家里手挂了 那你不会和他辩论呢 那真理越辩越明 辩论呢 我走了他来 你把那傅校长给打了 我打了 可他有什么本事 他当傅校长啊 我这一回高低不干了 除非他请我来 我怕什么 中国话剧界的一些老前辈 叫洪生 他就说过一些 会演戏的演人 不会演戏的演戏 后来这句话 指导我几十年 后来每一个角色 我就研究他一生 作为他一生一个活人 他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这是北京人 以独一无二的传统 最初由焦举尹先生提出 每逢演员接到一个新戏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甚至是没有一句台词的角色 都要倾心尽力地创作 对某些在舞台上 只有几分钟就闪去的角色 朱旭都会在幕后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我二十年以后 我又是一种好汉 我还要割你妈妈的命 好 走 1990年朱旭离休后 他的表演艺术拓展到了影视圈 确理人家 便脸 洗澡 刮沙 大地之子等等佳作 快知人口 此时比他在舞台上演出更加繁忙 观众的影响面甚至扩大到了海外 而让朱旭第一次在电视观众眼前的成功亮相 当属电视剧《末代皇帝》中扮演的中老年溥仪 这就用着来演戏要演人呢 我就得研究他的一生 你像末代皇帝啊什么 因为他那个故事是完整的 是他一生的故事 因为这个 他都有什么我的前奔生啊是吧 他都有完整的祝福 因为我们那时候演员都写自传 你像 你像溥仪什么的 用不着写自传 溥仪就都替我写了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这是北京人以独一无二的传统 最初由焦举尹先生提出 每逢演员接到一个新戏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甚至是没有一句台词的角色 都要倾心尽力地创作 对某些在舞台上只有几分钟就闪去的角色 朱许都会在幕后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我二十年以后 我又是一种浩瀚 我还要割你妈妈的命 好 你比如说我演一个角色 我就要演了他一生 你比如说那个 那个梅前改编了一个 小帙次在玄龙酒酒店 其中 某一只在言 后来我几乎看了所有的著作 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鲁迅写阿Q 是鲁迅和中华民国决裂的宣言书 因为在他们家的后院 确实住过一个叫阿贵的人 就是这个阿贵 就是孙中山的那个 以耕学有齐铁的口号 从事这个革命工作 所以问题就在于 这个中华民国 要不要给阿贵这样的人一点土地 还是最后我的枪毙了 这是让鲁迅最伤心的地方 你别说演阿Q 很多人过去一直都演了阿Q 因为财肉 打了他一个嘴巴 因为他太弱了 他没有力量还击 所以他只能精神胜利 所以他只能精神胜利 就是就算儿子打了老子了 观众看到这儿就乐了 我演的时候观众不乐 观众要跟着我一块流泪 因为他太弱了 他没有力量还击 他只能用精神胜利法 他只能用精神胜利法 说的那些话 演戏要演人 而阿Q 这个人物 作为一个人 他不应该是一个滑稽的人物 在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 一戏剧大赏期间 88岁高龄的北京人 一老艺术家朱旭先生 和焦晃先生 一同被授予中国话剧杰出贡献奖 中国的话剧啊 从它一诞生 就跟中国国家命运连在一起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就希望我们 我们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们 也能继承这条道路 始终要跟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应该说 每一个角色 对观众来说 都是要影响他的生活 人生 人是应该怎么生活过来 应该说 我的演戏 是把我的作人 融入在演技里头 我这级辈子 我还没见过这么重新积累 把往年捏造似是而非的流年 微语凑到一块大杂汇 演员 认认真真演好 你所扮演的每一个人物 处理好每一句台词 几十年的路 都是这么认真走过来的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今晚我们品化 海上艺术大家韩天恒 为您讲述他的从艺之路 感谢观看